歡迎收聽AEA頻道 今天是2021年的9月9日 一起來看看越南的商業新聞 B Group 任命一個新的CEO 這個CEO的背景是怎樣呢 我們了解一下 她是一位女士 畢業於倫敦經濟學院名校 在電子商貿、金融、銀行、數字轉換方面有工作經驗 2019年成為福布斯越南十大職業女性經理人之一 為什麼會找她做新的CEO呢 因為公司定了一個目標 未來就是要發展數字生態系統 包括金融、銀行、保險、航班、酒店、滴雨店等等的服務 所以大家就明白 就要找一個熟悉這方面的人選去做新的CEO 其實B這個應用程式 手機APP本身就是提供叫車服務 例如Uber、Grab等等 大家都是一個競爭對手 B的APP目前已經下載超過一千萬次 在越南有30萬個司機幫他們做事 在30個省市都有他們的服務 好 我們一起看另一單消息 餐館在胡志明市 暫停了兩個月後 接下來會開放給餐館由早上6點到下午6點恢復外賣服務 有些要求 這些餐館要用線上送貨服務 送貨的員工需要至少接種一劑疫苗 並且要兩天檢測一次情音性才可以 所以大家看到 胡志明市開始逐漸慢慢開放 亦都會允許超市、雜貨店、藥店、營業 由早上6點到晚上9點 至於其他服務 包括油證、電訊 公司營業時間是上午6點到下午6點 似乎胡志明市開始改變他們的策略 讓社會與病毒共存 另外 越南會在歐盟最大的水果博覽會展示 水果地圖 有一間水果貿易商叫Mia Fruit 他們在歐洲的Mag Fruit博覽會上展示了一幅水果地圖 希望可以幫助越南農產品在國際上推廣 這個Mag Fruit博覽會在意大利舉行 一共是世界各地七十多個國家都有參與 這個水果地圖造成了一個網站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這個網站看 我都打這個網址出來 這個網站我進去看看 它其實將越南整個國家不同的地區 裡面每一個地方出產什麼水果都展示了出來 是相當多的資訊可以看到 其實越南的水果和蔬菜出口 真的增長得相當多 接至今年的8月15日 這個越南的水果和蔬菜出口壓已經達到2.39億美元 比起去年同期增長了3.14倍 如果大家喜歡吃火龍果的話 真的不妨可以試試越南的火龍果 因為越南的火龍果出口不少 絕對 在國際上都是相當受歡迎 證明味道和質素有一定的保證 另外我們再看到 除了胡志明市有一些開放的情況出現之後 顯港都是慢慢放寬他們的限制 就是9月6日前幾天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開放一些外賣平台可以接訂單了 一開放的時候 各大的外賣平台已經收到過千個訂單了 比較厲害一點 有個叫做AHA MOVE的平台 在9月6日復工的第一天已經收到大約3千個訂單了 需求十分之大 送貨的人當然有要求 至少要接種1劑疫苗 以及每3天都要做檢測一次 看到這裏似乎 越南開始慢慢把他們的嚴禮封鎖策略改過來 變成有限度開放 我們昨天提到 如果限制得太嚴謹 令到廠商出口造成問題 德國的廠商這些外資都決定要轉移生產線 但現在隨著越南慢慢把策略改變過來的時候 相信可以令到這些外資都繼續留在越南營運他們的公司 最後報報疫情 今天新增確診個案有12399宗 跟昨天差不多 今集內容先到這裏 多謝你的收聽 再結束 旁邊 再結束 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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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